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天河地河 天河地河就是你的大运 或者是你的流年 跟你的本命产生的这一种的河的现象 天河地河来讲 他到底会产生的是什么 很多人总是会想很多 其实天河地河他代表的是什么 被合注的 你的大运被合注 你的流年被合注 就表示大运跟流年 他是无法作用 他是无法作用的 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就是你走财运 就表示财运无法作用 你走官运 那就是表示你的官运无法作用 所以其实天河地河 很多人都会说 那个就会产生什么孩子 产生什么婚姻的现象 其实 各位 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你大运被合 就是表示这个大运 他代表的这一个运势无法作用 流年被合 就表示这个流年他无法作用 尤其当流年被合的时候 他除了无法作用以外 这个流年你还要等着被克 所以当你流年抖的是财心 那只丑一合 好了 例如是丑 是你的财心 结果你地支里面有一个子 只丑合 这样你的财心被合住 被合住的情况不是把财合进来 而是这个财已经动弹不开 那就等着这个丑土被克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流年被合就是等着被克 那就是破财的一个时间点 在被合的一个情况下 他一定不可能单独自己合 因为合是两两相合 所以他必定会带走你本命的东西 合一定要带走你本命的东西 那来讲 你假如他是 各位 他是正常的状况 就是没有日主受克的情况下 那就表示 这一种情况是不是 他合走你什么 你那方面是不是就会多变少 就会不好 少的你不知不觉 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 合掉的这个会不见 就是运势会不好 但是有一种情况 他是不一样的 那就是日主受克 他假如是日主受克 他被合了以后 他变成没有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变没有日主受克 但这样的合是不是他会变好 同样的就会变成是说 原本 这边在正常的情况下 他是无法发挥作用的 但是他假如是日主受克 他刚好相反 这个合让他不变日主受克 就表示是因为这个东西 让他变好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在正常的情况下 透过五行流通 他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但是在日主受克的情况下 他会相反过来 所以当这个天合地合 让日主受克变成没有日主受克的时候 反而这个东西 他就不是无法发挥作用 他反而是好运 他会因为这个东西而变好 所以他是反着过来论的 他是反着过来论的 所以他一定是 他这个合一定是合什么 一定是合萨 因为日主受克是合萨 你假如是财身官克日主 你合掉他的财 他只是降低而已 他其实基本上还是日主受克 但是假如是你直接把他的萨合掉的话 第一个官运一定会起来 因为没有日主受克的前提条件 他的第一个 他的官运一定是起来 第二个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合起来 他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各位你就会发现到说 正常情况下 合是不好的 但是假如他是在日主受克 而且他还帮他脱困 那就不一样 所以各位你要去知道 他假如日主受克还被合了 还是一样日主受克 那就不用讲了 还是一样很赖 但是我们讲的是 从日主受克变成没有日主受克 他反而会变成是正常 这个是好的现象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天合地合这一种东西 我们也不要说天合地合 合这种东西 他其实在正常的情况下 都是会导致你的一个运势 是无法发挥作用 但是他假如可以让你的日主受克脱困了 他反而会变成是一种正向的情况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合他分为两种 第一个就是正常的合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透过五行流通 去找出五行的增减变化 多变少就不好 少变多就会好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合让他从日主受克变成脱困 各位他这个合 第一个首先官运一定起来 第二个看这一个东西是什么运势 那个运势也会变好 所以各位 合他有这两种现象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有最新的影片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